香港特首稱 引渡條例壽終正寢 各界質疑 紐約皇后區地區檢察官競選 選委會重啟點票 夏日游泳季 及時識別兒童溺水 美國批准對臺灣新一輪軍售 價值22億美元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今日大紐約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9日上午召開記者會 宣布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手中正寢 不過香港各界並不接受這一說法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連串反送中示威遊行後 相隔三個星期 首度恢復在行政會議前會見記者 她首次承認逃犯條例修訂工作完全失敗 又說草案已手中正寢 不過民政及民主派都不買單 批評林鄭拒絕撤回 也沒有回應港人的五大訴求 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調查612集會 及撤銷暴力定性 立法會裏面是沒有暫緩這個定義的 但是林鄭月娥一路都以後就是暫緩 但是這個其實是尊重著立法會現行的法律機制 絕對不是一些法律的用語 我相信大家揭穿全香港的法律 都不會找到壽終正寢這四個字 林鄭堅持死不認錯 她仍然企圖用一些語言藝術 是虛偽那個偽 就為了面子的問題 就怎樣都不肯用一些清楚而明確的字眼 向香港人交代 什麼壽終正寢呢 你為什麼不說清楚 就說在你任內 就這條這樣的惡法 就一定不會再回來的了 是重新是正式說出來撤回就行 另外 深受港人敬重的中審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 在中英文報章撰文 認為港府應撤回引渡草案 他批評港府犯下嚴重政治判斷錯誤 又指法官領導的獨立調查委員會 調查近期事件 比監警會更有效探明真相 新唐人記者林秀以香港報導 香港市民認為 如果擁有真普選 就不會有逃犯條例修訂的風波 因此爭取直接選舉 已經成為反送中運動的訴求之一 週二 香港學運領袖黃之鋒 參加了抗議對立法會參選人進行政治審查的小型活動 黃之鋒表示 自己雖然尚未決定是否參選 但他只入獄不足三個月 其已年滿21歲 不應被定性為不懼參選資格 黃之鋒此前接受BBC採訪時表示 如果香港立法會是全面直選 就不會有人上街反送中 因為在立法會內 就會產生足夠的票數反對修理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專家布瑞哲 也在BBC專訪時表示 香港政治這個結 如果沒有選舉改革是解不開的 美國《紐約時報》週二刊文指出 最近香港抗議者的反送中行動 已增加新的內容 即要求市民擁有直接選舉的權利 顯示香港市民已經從單純的反送中行動 變為爭取民主和自由選舉的權利 連親共的建制派成員都已承認 沒有普選的希望 是香港市民怨分的主要因素 此外 在本週一 有香港民眾提出新的計劃 並在社交媒體上發起呼籲 如果港府本週五前 仍不回應撤回惡法等五大訴求 將發起全民到中國銀行提款的活動 用對中銀做壓力測試的方式 來向中共施壓 新唐人記者喬安 綜合報導 週二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宣布 逃犯條例修訂 手中正寢 但並未正式撤回修例 使得爭議猶在 在紐約的法拉盛圖書館前 由民運人士設立攤位 聲援香港人繼續反對逃犯條例惡法 請看報導 百萬人走上街頭 抵抗警方的暴力鎮壓 一幕幕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以來的畫面 通過這台大電視在法拉盛市中心的街頭 播放著 吸引了大批民眾驻足觀看 這個活動呢我們一開始呢 都是在這裡面進行著長達14小時 每天我們從早到晚 中共一直派人來搗亂 因為他們害怕這個世界人民關注香港人 香港的這個自由呢 是關係到十幾億人的前途 十幾億華人將來是否能夠獲得自由 現在香港人的鬥爭可以說是關鍵的鬥爭 有路過的媽媽帶著小朋友生遠港人 現在中國要把那個香港也就是像 像中國一樣同化 那就是香港本來是一個經濟的一個 金融中心嘛 對吧 那邊經濟都發展得很好 大家都很很自由什麼的 現在就如果要像中國一樣的話 那這個香港就變成一個死島了 五次入獄 在大陸經歷過16年冤獄的民運人士張林說 因為香港人30年來聲援六四 所以這次也要聲援港人 香港人在過去30年來 一直在支持中國的民主運動 你比如說每年的這個六四集會 香港人呢平均起來每年都是十幾萬人 中共想通過這個條例呢 以後就是想威脅每一個香港人 隨時準備把香港人抓到這個大陸去審訊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中國大陸的這個司法簡直就是笑話 在記者採訪過程中 一名醉醺醺的中共五毛前來搗亂 擾攘十多分鐘後離開 而主辦方表示 只要香港人仍然上街反對逃犯條例惡法 紐約的民運人士將與港人共進退 持續擺攤位 新唐人記者柯甯廷寬瑞 紐約報導 美國國會民主黨目前仍在進行對川普政府的調查 不過有媒體近日報導 反川普團隊的核心人物之一 紐約國會議員納德勒 很可能在明年的選舉中遭到強力挑戰 紐約州政壇曾在去年發生震動 當時年僅28歲的極左派參選人科特茲 在民主黨黨內初選中暴冷擊敗重量級國會議員克勞利 今年民主黨籍國會議員納德勒的競選連任之路 可能也不會太輕鬆 紐約每日新聞報導 目前與納德勒競爭的黨內對手中 前紐約州經濟發展官員柏蘭的競選籌款達到26萬5000美元 其中約七成捐款來自紐約州女性居民 三分之二為個人小額捐款 而納德勒上次競選當中小額捐款不到總數的9% 近九成政治獻金來自大公司或政治行動委員會 自從納德勒在1992年成功贏得國會特殊選舉以來 曾分別擔任紐約州第17、第8和第10選區國會議員至今 從未在兩年一屆的國會議員選舉中失手 納德勒目前也是美國國會民主黨陣營中 反川普的核心人物之一 身為眾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的納德勒 在糾纏通俄門調查川普政府妨礙司法 以及彈劾川普的行動中擔任重要角色 新唐人記者韓瑞有約報導 週二布魯克林地區檢察官宣布 起訴了21個幫派分子 他們犯下多起包括謀殺、槍擊等罪行 長期騷擾布魯克林居民 被起訴的21名幫派分子 年齡介於17到41歲之間 曾犯下多起謀殺和槍擊案 造成兩名年輕人死亡和私人受傷 其中包括2017年一名15歲男孩被射殺的案件 當時受害者被誤認為敵方幫派 21名嫌犯中的19人被以謀殺、蓄意謀殺、共謀等65項罪名起訴 上週已經接受庭審 另外兩名還沒有被抓捕 這些幫派分子長久以來騷擾布魯克林居民 活動範圍在弗拉特布西和東弗拉特布西 新唐人記者王愉賀、唐成紐約報導 紐約皇后區地區檢察官選舉 民主黨黨內初選結果至今選而未決 週二選舉委員會重啟點票 週外上午 國會議員和皇后區的民意代表、社區人士等 在皇后區選舉委員會門前呼籲團結 尊重民主選舉過程 我們今天在這裡因為我們想要支持這個民主的行動 並保證每個正確的選舉都會有數 我相信這個行動是正確的項目 我認為不要拒絕我的言言 不要拒絕我拒絕,拒絕對另一邊的選舉 說這是一個很正確的行動 目前皇后區區長凱茨與公共辯護人卡班 在民主黨初選中 結果以凱茨領先16票的微弱差距 而皇后區高等法院9號 將對114張宣誓選票的有效性 進行初步審理 週二選委會將開始整理選票 在週三開始人手重新點算 總共9萬1千多張選票 預計需要一週時間 新唐人記者柯廷廷 韓瑞 紐約報導 今年上半年 紐約市的自行車死亡事故 和整體交通事故都呈上升趨勢 交通權益組織認為 這與車流量上升有關 今年還沒過完 紐約市自行車死亡事故 就比去年的10起還多了5起 而整體交通死亡事故率也相對提高 6月就有69起死亡案件 比去年同一時間的83起 上升了15.7% 交通權益組織希望 市府能宣導減少車流量 並設置更多自行車專用道和人行道 同時他們分析 由於公車和地鐵越來越不穩定 人們趨向於開車或搭Uber等電招車 紐約市週間的車流量 從2014年的430萬 甚至2016年的440萬 市長白色豪上週 在一起嚴重自行車車禍後 指示紐約市警察局啟動 一項重大的執法行動 將涵蓋詮釋所有區域 嚴厲打擊包括在自行車道上 停車等等的危險駕駛行為 同時將制定新的自行車安全計畫 新唐人記者王愉賀 紐約報導 週二 紐約市長和市議長 共同宣布 與公會達成了一項為期三年 每年續撥款1500萬美元的協議 從2021年10月起 提升社區幼兒教師的工資 來看詳情 我們所有的教師 和所有人 都要照顧我們的孩子 謝謝 恭喜 恭喜 據週二公布的這項公平薪資計畫 將使社區3至4歲幼兒的教師 和公立學校同行的起薪拉平 意味著從2021年10月起 一名本科畢業的幼教起薪為 6萬1千70美元 比之前高出約1萬7千美元 碩士學位的新老師 起薪為68652美元 增加了2萬0784美元 工資提升全面實現後 市財政每年續撥款1500萬美元 這部分規定是市府與代表 4200名幼教的第37 和1707區Local 205公會 以及支持托兒所的組織 紐約日托理事會 達成臨時協議的一部分 未來幾週公會成員將進行投票 預計將獲得批准 新的方案將影響該公會 約315名認證教師 900名未認證教師 和3000名輔助人員 如保育員 廚師和教師助理 沒有認證的老師和輔助人員 工資也將獲得2.75%的上調 以及1800美元的獎金 學前教育一直是市長白思豪 積極推動的項目 市議會今年也把幼教工資事宜 列入市府預算的討論重點 不愧要提升全市所有幼教的工資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接下來是否還要和另一個幼教工會談判 並且還有高於工會人數一倍的 無工會教師 新唐人記者宇婷奧利福 女兒報導 美國疾病預防中心數據顯示 2017年全美有3700人死於溺水 其中近五分之一的人 為14歲以下的青少年兒童 目前正式炎熱的夏季 兒童溺水都有哪些搶救措施呢 來看報導 美國疾病預防中心數據表明 每年溺水死亡的兒童中 有一半是在家長身邊25碼以內的距離 無聲無息沉入水中淹死的 其重要原因就是家長不知道孩子淹著了 所以如果了解溺水的表現 家長就會搶到那救命的幾十秒鐘 挽救孩子的生命 這裡為家長們提供一些溺水的常識 即溺水者出現的常見現象 他們通常不會發生求救 張大嘴頭向後傾斜 眼睛睜大但空洞 不能聚焦或者閉著眼 頭髮蓋住前額或者眼睛 溺水者的胳膊和腿不會亂動 可能急速地換氣喘氣 可能努力向一個固定方向游 但不能前進 可能企圖翻身 可能像在攀登一個並不存在的梯子 如果發現孩子溺水 要立即把他拉出水 如果孩子已經不能呼吸 需要翻過身來平躺 持續做人工呼吸 直到孩子有呼吸了或者急救車到達 新台記者唐成 紐約報導 億萬富豪愛波斯坦涉性侵被捕 或有更深內幕 週一 紐約聯邦檢察官 對億萬富豪愛波斯坦 以涉嫌多項與未成年人性交易罪提起公訴 現年66歲的愛波斯坦上週六在紐約被捕 他被控串謀性交易罪和性交易罪 週一 檢控和FBI召開記者會 公布逮捕愛波斯坦的過程 以及指控罪名等詳情 FBI紐約分局助理局長斯維尼表示 愛波斯坦的惡行持續數年 涉及人數眾多 他以威逼利誘的手段 對毫無抵抗力的少女下手 週一的聽證會上 聯邦檢察官向法官表示 鑑於愛波斯坦財力雄厚 同時也具有高度潛逃海外風險 要求法官提高他的申請假釋門檻 另外 檢方還指控愛波斯坦 曾對證人進行恐嚇 一旦罪名成立 他最高將面臨45年的刑期 相當於終身監禁 愛波斯坦當天身穿球服出庭 向法官辨稱自己無罪 他目前被關押在曼哈頓大都會成教中心 兩名性侵案受害者 當天在律師陪同下 也出現在庭審現場 他們表示 對於這一天的到來 期盼已久 檢方和FBI同時鼓勵潛在受害者 勇敢站出來揭露真相 此外 愛波斯坦曾與很多 上層社會人士往來密切 如前總統克林頓等 令外界懷疑該案或牽涉更深內幕 新唐人記者曹晶綜合報導 美國批准對台灣新一輪軍售價值22億美元 美國國防部週一表示 國務院已批准向台灣出售坦克、防空導彈等 價值22億美元的軍事設備 五角大樓國防安全合作局在新聞公告中表示 此次向台灣出售的武器 包括108輛M1A2T 埃布拉姆斯坦克、250枚真刺導彈 還有機槍、裝甲車及彈藥等 有助於台灣的戰車現代化 提升台灣的防空能力 以更好應對當前和未來的區域威脅 但五角大樓也強調 此次軍售不影響當地的軍事平衡 國防部對美方軍售的決定 表示感謝 這次軍售是川普政府迄今 對台的第四次軍售 顯示美對台軍售已經趨於正常化 台美雙方持續鞏固 安全戰略夥伴關係 共同維護台海民主自由 以及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 同往年一樣 中共外交部已再次向美國表達不滿 但美國強調 對台軍售有法可循 美國五角大樓今年五月 提交給國會的中共軍力報告中指出 台灣一直是中共軍隊的主要戰略目標 但如果中共有意大規模武力侵犯台灣 將面臨軍事抵制和國際干預 美國也會根據《台灣關係法》 及三份聯合公報 持續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 自2010年以來 美國對台軍售的規模已超過150億美元 新唐人記者喬安 王凱迪採訪報導 關注心理健康 預防自殺 法拉盛舉辦籌款晚宴 近日 埃斯特哈基金會在法拉盛舉行第五屆籌款晚宴 邀請紐約社區各界人士 對預防自殺等心理健康的該協會服務 繼續進行支持 埃斯特哈基金會近期舉辦了第五屆籌款音樂會 基金會理事長何龍化介紹 該會成立於2014年 致力於預防美國韓裔社區抑鬱症和自殺的現象 2014年何龍化先生的女兒埃斯特因為抑鬱症跳河自殺 在22歲的花季年齡離開人世 給家庭造成巨大打擊 何龍化因此真實感受到了抑鬱症的危險 從而創辦基金會 希望減少因抑鬱自殺的現象 給社區帶來的沉重痛苦 獲得社區各界的贊同與支持 他們增加了自己的健康問題 尤其是在韓國、亞洲、亞洲、亞洲的社區 他們認為如果能夠救一生一生 他們會全都值得 所有社區都不適合這些事情 都不適合這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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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些社區 都能夠教育這些事情 在生活 失敗是不完全失敗的 這是人生的方法 告訴你事情要改變 所以為事情要改變 我們需要有其他人 在我們身邊的行程中 可以支持我們 在我們旅程中的行程中 和講座等活動 想瞭解更多的民眾 可以通過訪問基金會網站查詢 新唐人記者韓瑞 唐誠 紐約報導 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大紐約 感謝您的收看 再會 感謝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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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您的支持